纯双排冲刺9000淘汰分,第一局就转车了一个8800淘汰分的无敌战胜 这一局因为把战胜打了,所以加分特别多,15个淘汰加了整整34分 第二局和第三局就出意外了,两局都是想从围墙直接跳到二楼 其实这两把都怪我,我挺贱的,非要从这个位置上去 后面宇白也尽力了,但还是掉两把大分 其实从这两把开始我们俩的心态就有点小爆炸了 然后第四局直接成为了压垮队友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四局对于我来说好起来了,17个淘汰吃鸡加了29淘汰分 但是对于队友来说,水上加双,打了25分钟还倒扣了10分 后面宇白的心态崩溃了,去打单排了 然后第五局就赞车了一个单子ID,还有一个主播 这一局打的真的特别刺激,队友中途就掉了 决赛圈又跟那对单子ID掰了一下 但是因为那个主播的ID里面有平台的名字 所以说就不能给大家放了,大家理解一下 这一局打了好几个段位都比我高的 然后25个淘汰,整整加了43的淘汰分 第六局这个队友也挺厉害的 一颗雷直接把圈外砍住人给炸了 18个淘汰加了25分 第七局又赚车无敌战神了 而且还是两个高淘汰分的 第七局就实在没乱法了 刚打完一队圈内还有人的架桌 18个淘汰加了19分 然后离谱的是我就看个淘汰回放的功夫 结果屏幕卡住了 哇,好离谱,不能给大家看加分了 抱歉 第八局吃鸡了,但是没有陆上屏 第九局学赛圈队友给我上压力了 他打药的时候踩到我的火,给他烧倒了 哇,真的,吓死我了 这一局加分也还是可以的 20个淘汰加了29分 第十局我这是顺暴雷 我现在还没想明白 炸我这个人的队友在阳台上趴着 雷在他头上抱着 然后炸我这个人都被炸残了 他那个队友最上没倒 11个淘汰加了6淘汰分 这个世界上又要多一个睡不着觉的人了 第十一局队友把淘汰让给我了 然后13个淘汰吃鸡加了17淘汰分 第十二局我还在凡顶对居呢 然后就被偷了 这一把也打了高分的战胜 10个淘汰加了20淘汰分 我现在已经打到完排25星了 对居也越来越质量了 各位 等我